喔有了 現在才有 你看這裡有一個 喔有有有 RECORD OK 我覺得我們可以從現在這邊開始 喔這就是那個水族館入口 喔真的 好我們到這邊先說 Hi 大家好 我是Cat 我誰 等一下問 Hi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Corney Island 然後是我的室友Emily Emily今天我們來這邊做什麼的 我是來跑步 然後我就想說帶她一起來看看 對 紐約美麗的海灘 對 而且這邊我發現我覺得很像San Francisco 但是 她跟Mancadu那邊很不一樣 對 這邊特別寧靜 等一下給大家拍拍看 然後呢Emily特別喜歡健身 然後她有很多減肥的小tips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OK 那你剛剛跑完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覺得最好最有效的就是我們 像我這種 不走運動的人 你給我們什麼建議 如果我一開始要跑要跑多久 然後就是怎麼樣維持這個 平地 像我 我剛跑那個就是平地 嗯 如果你像去Central Park 跑的話就有很多大上坡跟大下坡 跑下坡很傷膝蓋 對 所以最好是跑平地或上坡 但是既然要上就很像 所以最好就是平地 嗯 再平地跑 再跑 可以 你在Spotify上面找什麼 那個 你可以打170 beats per minute 就是BPM 然後它就會出現一個play dance 然後它裡面的音樂 全部都是同一個數字 很大的motivation 就像 喔 有一個同學 他說他喜歡跑 跑步機 就是因為 他會一直轉讓你停不下來 所以 他會強迫你的跑步 但是如果 我覺得跑步外最好的就是 因為景色一直在變 然後就比較有意思 然後你可以有些 平鮮的室外空氣 對 我覺得 這個地方超好跑的 因為這個 你看 不是在沙灘上 但是後面那邊 就你看著海這樣 感覺是很遼闊的 心情也很好 嗯 或者是因為 它可以綁住 綁住肥肉 所以跑的時候 會一直 因為肥肉晃動的事情 會影響到你 它會成為一個阻力 所以你跑步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 你哪裡有肥肉的 晃動 會 內衣為什麼要穿 這個浮鏡黑衣 就是把 喔對 他們晃的東西全部都放 對對對 內衣這個 這個我懂 它帶手套 因為跑步的時候其實手套很便宜 欸這個手套也看一下 這是什麼 特別的 喔 所以手指可以伸出來 對 這個我需要一個欸 我覺得戴人頭 因為我每次戴的手套 超不方便 可是這個手指可以 這個可以買一個 這你在哪裡買的 Amazon買的嗎 台灣買的 台灣可以買 然後這個也是 這是 就是 出來的時候 一定不會帶大包小包 所以就會帶一個這樣 放在手臂上 哇這個很健全的健身設備欸 你看這邊是裝鑰匙 嗯 然後那個 地鐵卡跟信用卡 現金在這邊 然後手機放在這裡 喔這個很好欸 還可以按 然後它 會掉出來 喔這個可以 我覺得這個運動的人 真的要有一個 我以前沒想那麼多 因為台灣的健身房 都是有那個儲物櫃的 喔會 所以幹嘛不用擔心 這個 對 那你耳機呢 耳機 這個是小米的 我已經用很久 喔 我用的AirPods 我都會擔心它會掉出來 它會 就是 如果你流汗的話 AirPods會會壞掉 因為怕你會流汗 對 都會冷 耳朵其實只要暖 這個就暖 因為這個外套很好 就是 但是 對 因為我以前沒想到 我就想說 隨便就是一個外套飽的就好 可是太飽的話 它也不飽暖 但這個是它 對輕於容 就是又輕 然後它想要跑起來的時候 又不會很負擔 因為它可以綁在身上 我覺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幾個 不是減肥的方法 因為我沒有特意的 特意的減肥 但是呢 我覺得因為我從 就是我從小 就我不經意的 可以 可以保持身材的一些小習慣 第一個 我不吃糖 我很少吃糖 但是蛋糕真的是偶爾 非常偶爾 我不是一個非常喜歡吃甜食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大家一定要切記 因為 吃糖會老嘛 現在很多人都在抗糖抗糖的 所以我覺得吃糖真的是 增加我們女生啊 皮膚老化 如果你是男生也是一樣喔 增加身體代謝啊 變慢啊 然後 越來越老化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我不太吃澱粉 我不太愛吃飯 我不是想減肥不吃飯 就我天生不太愛吃飯 可是我喜歡吃麵 但是我主食呢 吃的比較少 就是我不會吃很多的主食 我如果今天有一餐的飯裡面 有菜啊 有肉啊 我會選擇吃很多的青菜 當作我的主食 這樣子我就有達到高纖 因為那些菜裡面 梗子裡面都有一些 纖維啊 就幫助我代謝啊 什麼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的小習慣 你看我每一餐都不吃飯 偶爾我會吃一點啦 有時候就想吃一點太鹹的東西配一下 但是 我大部分的時候 我都是吃很多的青菜 然後配一些肉 或者是 就那一餐就是 對 可能如果水餃 那就沒辦法 但是就是不會吃 有些人 我看有些女生 菜一上來 先來兩碗 白飯 那就很容易胖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不太吃醬料 因為醬料裡面 嗯 它是化學的人工的嘛 然後會有一些東西 對身體也不太好 雖然說不是說太胖 但是你要知道喔 除了醬油 但是還有東西叫做 沙茶醬 沙茶醬 這種很多油的東西 也是裡面有花生油啊 還有就不同的 我不知道你們處在什麼國家 你們吃什麼醬 但很多醬裡面都有很多油脂 特別容易胖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經驗分享 這三樣的東西 我是不吃的 我覺得如果你們可以就是 把它融入到你每天的日常生活當中的話 不經意的話也可以維持好身材 這是我覺得最基本的 一定要做到 然後給大家看一看海浪吧 我覺得這個聲音也太療癒了 我常常有時候晚上睡不好 我都要放這種海邊的聲音 接下來的時間給大家聽一聽海 感受一下 紐約 Pony Island的海聲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喔!記得訂閱我喔 我是Cheyu Bye OK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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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